18屆金马奖即将在明天晚间揭晓 为了让民众一起共襄胜举 国内金控公司四度与金马执委会合作 举办新导演论坛 邀请入围最佳新导演入围者 和影迷们一起分享他们创作历程的甘于苦 一年一度的金马奖备受电影迷期待 更想知道幕后的点点滴滴 国内金控公司就和金马执委会联合举办新导演论坛 果然吸引大批民众上网报名 会常超过三百人作无虚席 大家引颈期盼 要一看新锐导演拍摄电影的心路历程 不是你看的电影 当下就觉得天哪 这好像就是你生活中缺少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开始大量的阅读 大量的看 然后就开始乱拍一通这样 我觉得导演就有时候 就是在做一个整合的概念 我提出我的想法 然后大家反馈 我可能本身比较懒 收集到大家的东西之后 来做一个统整 然后找出一个方向 今年的新导演论坛 已经是金控公司和金马双方第四度合作 请来本届最佳新导演入围者 英正豪 徐富翔 阮凤仪 以及任霞导演 一起分享创作历程甘苦谈 正在犹豫 或者是在考虑 是不是要进入到这个电影界 一起打拼的这些朋友们 可以从他们的身上 也许可以获得一些宝贵的经验 苦尽甘来 想起过去奋斗的点滴 导演们各个侃侃而谈 和电影迷们分享 拍摄过程中是如何 练功打怪结任务 怎样闯过自我内心关卡 敲开电影的练金石 这里要听许兄明台北报道